南丰沙厂在香港是一个特色的地点 老一辈都听过这个名字 现在南丰沙厂已经不存在了 它将一至三厂改建成住宅 四至六厂已经在2014年重新活化 变成一个文化艺术商场 而商场很特别 可以带一些宠物去这个商场 和宠物共用的商场 南丰沙厂在全湾柴湾角 八田八街45号 你可以坐这个免费的红色小巴 它在全湾整合处对面的小巴站 每20分钟开一班 或者在全湾站的A4出口 向雨景申请一路走 走到这个天桥 我们看到旧工程区 走进旧工程区 就看到这间南丰沙厂 南丰沙厂的长生 这间南丰沙厂的图画 很有文青的感觉 来这里打卡也是一个好的地方 我推荐给大家来这里打卡 还有如果你有宠物 就带一些宠物来这里消灭一下 它的天台都有两个地方 可以被狗在那里打卡 南丰沙厂于1954年 由南丰集团创办人陈廷华设立 总楼面面积二十六万四千平方英尺 是当时香港生产量最高的房积厂 一至三厂在1997年拍摄香港电影《十万火急》 的旧火场面后拆射 变成了私人住宅翠峰台 四至六厂即在2008年停止營运后 改建成货仓 于2014年展开了一个为期四年的活化工程 将四至六厂转变为一个创意培育基地 结合创新、艺术、文化和学习体验 让访客从中深入探索 香港独特而真实的故事 这里都有很多特色的店铺 还有些雪糕 还有些饮品 还有些儿童乐园给小朋友玩的 有些儿童乐园给小朋友玩的 我也是一个品牌的 面对创新来的 有些儿童乐园给小朋友玩的 就是这时地监灯 我对天主的四周 有些儿童乐园给小朋友玩的 球园为一年 那是一年 糊了 太大人 大家在二十四周 对天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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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